好 我们开始上课了 这个开始的话还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大家知道 它是在课表里面的话写的是啥呀 说是一个框架级的一个项目 对吧 听上去就比较高搭上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谷歌谷歌类的话 它重点是学会了些什么东西呢 学会了我们去搭进框架 以及里面出去面试的时候 去给人家说框架 知道吧 形成一些框架的思想 一些常用的一些抽象方法呀 或者抽象内啊 空方法呀 这些接口啊 来来会怎么用知道吧 然后这个方向的话就说有点大了对吧 往什么架构师和项目经理的方向发展 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这样的图片 它有一个IT的一个实物链 前段时间在朋友圈里面也在传 这个是当时华哥发了一个朋友圈 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啥呀 黑马程序员的话是批量生产IT工程师 小批量的生产IT精英 你看一下里面是IT工程师应该在哪里啊 这个啊 凌入20万啊 这个的话看了一些啥 其实看了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什么高级经理啊 什么总经压之类的 反正你往上走的话 你就学会去搭框架 这个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 这个大家的话来来问问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徘徊啊 希望大家的话早日的往上走 好吧啊 这个是一个IT的一个实物链 当时的话看起来挺搞笑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里的话就是 其实就是往这个什么架构师啊 项目经理方向去发展啊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啊 那是什么是框架 这时候有些时候的话 同学们对这个框架的话 现在认识的话 有些时候还不够到位啊 这里我说了啊 100个应用程序其实会有100个框架 比如说你们现在可能接触的项目比较少啊 比如说老师接触项目比较多一点的话 就会发现哎 这个应用程序用的这个框架 那个应用程序用用的那个框架 但是他们的思想的话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很多时候啊 毕业之后的学生回来问一些问题 他说老师这个看不懂 为什么给老师看 他一下就看得懂啊 其实就是他那个框架思想已经形成了 很快就可以认识到知道吧啊 这也说了 100个程序员的话 对框架的话有100种理解啊 这这种的话下面的话说了一个啊 在这里的话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理解啊 其实就是啥 对功能模块对一个整合和抽取 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学会啊 别以为老师现在一上来就没给大家敲代码啊 来就是给大家说这些东西 这是这些东西是密室的时候你会用到的 知道吧啊 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对项目的功能模块的一个整合和抽取 比如说模块的话分为啥 什么模块一般的话我们会去这样定义模块 常规模块和不常规的一些模块 常规模块是啥 就每个应用都会用到的模块 知道吧 比如说网络的一部访问 我们网络应用程序肯定会涉及到网络的访问嘛 对吧 网络访问肯定也是一部去操作嘛 因为你在主性程操作那是不行的 一部的话有很多方式了吧 你这时候开个性陈吧 对吧 还是用性陈词 比如说我们后面就会讲到用性陈词去管理性陈 这个有的时候还可以说 你还可以用这个Android SDK里面的那个 而是一个TAS也可以是吧 你还可以用些第三班的 XU2而翻了 但是你知道它的云里是啥吗 它底层是封重了啥吗 其实就是封重了一个一个一个的性陈词 知道吧 后面我们就会提这个性陈词 还有这个网络缓存 比如说你们现在可能知道 这个什么图片的三级缓存 但是其实一个协议的话 也是会缓存起来的 在智慧北京里面的话 一个一个的协议你们是存在哪里啊 现在perfence里面对吧 其实的话你会发现 以后出去之后的话 网络缓存都会做 有的存到现在perfence 有的存到secret 有的比如说我们谷歌市场的话 是直接存到SD卡 以文件的形式存储 知道吧 这个数据解析的话 人家问到你数据解析 你也会知道 这个数据返回的话 要么就是Json 要么就插mail 对吧 这Json有解析 插mail的话也有解析 比如说Json有Android SDK里面有 很多种解析方式 还有用Gothen吧 还可以用什么Fast Json 很多的方式吧 知道吧 这网络协议的封装 网络协议 每个应用 它就有自己的一个网络协议 这时候的话 我们都会去 把这些网络协议的话 对它进行一个封装 这个图片加载的话 你们已经知道了 什么三级缓存之类的吧 UI展现都有吧 对吧 这个不常规的模块的话 就是说特有的应用 才会有这些模块 比如说聊天模块 聊天模块的话 就社交型的软件 即时通信 即时通信 那种移动办公之类的 才会有这个聊天模块吧 对吧 这个支付模块的话 就是一些订商应用 会有这样支付模块 这个安全模块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 比如说你们手机卫视 对安全 安全要求比较高的话 它有自己的一些安全模块 是吧 这个防盗系统之类的 这个学完谷歌市场之后 不是说什么 什么最近你都会了 只能说 你应该以后的话 会干嘛呀 触类旁通 以及别人 别人面试你的时候 给你谈到框架 或者去搭框架的时候 你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知道吧 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那就那就很好了 然后这里的话就说 什么又是好的框架呢 还是那句话 每个人对好的框架的话 它定义概念不一样 但是我们觉得的话 学了谷歌市场 你至少会感觉到这两个 这两个是很容易感到的 感觉到了 到了一个功能的听加阶段 代码量你会发现很少 一下就实现了一个功能了 我只关心我真正关心的东西 就这样 很多重复性的东西 就给摒弃了 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的话 在公司的话 稍微有点规模的公司的话 它是几个人一起做项目 这时候的话 如果你的框架搭的不好 其实你这个时候 协同开发的话 是很难的 所以说我们的话 框架搭好了之后的话 它是干嘛 一余分工 方便协同开发 这些东西 后面你们都会感觉到 这个提到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开发过程 也可以大家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 这种三个过程的话 搬上这些同学 你们出去 相当于都会去命令这三个过程 比如说是一个项目初期是啥呢 那其实就是搭框架 比如说你们在锦利上 就可以写一些具备搭框架的一个能力之类的 有些时候 密室的时候 也会 人家也会跟你说 他们说 我这个项目的话 还在一个项目的初期 这个项目还没有启动 还在一个需求分析的阶段 你进来之后 能不能搭一个框架 这个时候的话 相当于这个项目还没启动 你去 那你肯定就要把这个框架搭好 相当于你就是 相当于是你这个程序的话 第一个版本就是你来做 那你这个框架的话 肯定是你要去搭 对吧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的哥们 是这样的 他去公司之后 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 他属于一个啥 项目的一个中期 这个时候会存在一个啥情况 那这个时候 你们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这个勤命的哥们 把这个框架还搭的不错 接着我就可以 接着进行一个功能的开发了 但是还有一种 比较恶劣的情况 是去了之后发现 别人写的代码是很烂 这个时候你学了好的思想之后 你会把他的代码全部给摒弃 自己去搭一套自己的框架 比如说他的话 项目中期的话 也就开发了一个月 两个月 你其实可以把它全部推倒 重来的 知道吧 但是有的哥们的话 他去了之后 公司已经有成型的产品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项目的后期了 他这个时候去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添加一些小功能 改改bug 这个反正每一个阶段都有好都有坏 比如说去这一个阶段的一些哥们 他老师会问老师 老师 我这个无从下手 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肯定是没学到位 对吧 有些时候 比如说到第二 到项目中期的有些哥们 他又是这样抱怨 老师 他们这个写的代码太烂了 我也不知道 看不懂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到这个项目后期的一些哥们 也说 老师 我听听的话 就在改一些小功能 改改人家的bug 这个没有什么成长 反正每个过程 都有自己的一些境界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的话 就你一定 这个现在估计 你们对这一块 理解不到 还不是很深刻 但是的话 新把它提到前面来 你们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 好吧 这个花个几分钟 去说一下 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 稍微的提一下视频 谢谢大家